这几年的周杰伦沉迷于喝奶茶秀恩爱 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没有发专辑 日常催歌也成了网友们的常态 甚至跑到昆林的微博下面去让他管管老公 一直被粉丝催着发新歌的周杰伦 8月5日终于来了个公开表态 深夜在社交平台上连续翻了八次牌 前五句都是一样的话 新歌要来了不要吓坏 预告歌迷即将回归歌坛 而不要吓坏四个字一次是新歌的名字 粉丝还没从翻牌的惊喜中缓过神赖 又被周董要发新歌的好消息砸晕 粉丝又惊又喜的表示 超级期待已经准备好了 请快点吓坏我们 有网友调侃到周杰伦的新歌 不应该叫不要吓坏 叫不要奶茶才对 喊话周杰伦记得借奶茶减肥 看来结婚后的天王也变皮了 好几年内营业就算了 还要深夜笑网友 不过新歌就要来了 相信很多粉丝看在新歌的面子上 就不和周董计较了